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有請秘書長 請簡秘書長 周成維好 秘書長好 秘書長今天 首先我就 我們今天的主題 來請問你 現在你覺得在台灣 什麼叫做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就是把那些不公不義 不正不義的事情變成正義的意思 涉及到人權 反民族 反人權的這些 都是屬於轉型正義的範疇 他的範疑很廣 真的要界定也不容易 我認為轉型正義的追求信念很重要 以南輝為例 曼德拉他為了人權和平等 奉獻他自己的一切 而且他的一生當中 有三分之一 都是在牢裡面度過的 但是他所實現的 是讓近半世紀之久的 南非的這些種族隔離 能夠走出歷史的傷痛跟仇恨 那請問秘書長你知道曼德拉做了些什麼事嗎 他就是爭取非洲人黑人的人權 民權的問題 他提倡了靈敏跟寬容 對 而且他還還原過去的真相 並且還以還原真相作為基礎 讓南非走向了族群間的和解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很流行兩個字叫做反觀 我們看到南非要以還原真相為基礎的 作為基礎的轉型正義 或許我們應該反觀一下 台灣的轉型正義的工作 是做了有哪些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台灣轉型正義 我剛剛提到一個 剛剛提到就是228事件的調查 那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那一般所謂的燕業賠償 那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白色恐怖的等等這些 最有成就的就是228事件 對對比較具體 跟戒嚴時期的這個判亂的這個案子 對對對 對受害者的補償 這個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是我覺得是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還有一些 一定有 那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還有哪些需要去實現 正義的 如果有哪些 早就會調查了 那你覺得是沒有了嗎 蛤 你覺得是沒有了嗎 因為藏著 還是都沒有調查 因為藏在裡面 不知道的 才沒有調查 如果有的 早就調查出來了 是隱藏性的 對 歷史是可以被原諒 但是不能被忘記 我是認為 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 對真相和歷史的呈現 這才是最重要的 台灣民主化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了 和其他國家比起來 遠遠是落後的 落後很多的 你的看法呢 我們的民主 時間短暫 但是我們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對 世界各國像我們 民主的進化這麼快的 不多 幾十年我們能夠進化到今天的這種程度 的確不容易 重新檢視過去 對 會 有時候是會延續衝突 可是將過去 全部 過去全部遺忘 這個不但對我們的民主 沒有好處 而且 也不能夠迷品社會的分裂 唯有透過歷史 真實的呈現 這樣我們的後代 才能夠真正的警惕 民主文化 也 才能夠真正的可以長長久久 我再請問秘書長 民進黨所提的促轉條例草案 你同意嗎 我 我們今天提出的報告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要在行政院成立一個獨立的機關 然後來做一個調查委員會 我們這個地方有違 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之一 第三條 這個地方 第二個 如果將來我們這個轉型條例 制定了以後 它有很多的調查 像檔案等等這些 可能會跟現有的法律 有進合 有進合 所以這個部分的確 要慎重考慮 第三點 這裡面所涉及的很多的條文 都跟司法調查 都跟司法院的權責有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由 這個部分要徵詢司法院的意見 這樣全力才能夠有分跡 行政機關的權限 跟司法機關的權限 甚至考試院等等相關機關 要有一個很明確的分跡 而不能包三包海 把它放在這樣一個調查委員會裡面 所以有一些是可行 有一些是不可行的啦 是不是 對對對 我認為轉型正義的追求 是高度政治敏感的一個工作 追求轉型正義是為了創造民主文化 以鞏固我們的新民主 同時讓分裂的社會可以得到和解 所以這個在處理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的審慎 沒有錯 轉型正義必須要這個社會 所以大家都比較認為說 這個的確是有共識的 如果既然是不公不義的 沒有人會支持 那秘書長請問你 如果這個促轉條例通過的話 你認為對我們台灣社會的和諧 會不會有幫助呢 如果通過的話 以目前這種條文我不太原來 對 所以你覺得它是有一些很不合理的地方 是不是 對 的確在許多國家 追求轉型正義的時候 都是成為政黨的政治工具 政黨往往為了選舉 都對過去和獨裁政府 有關係的政黨和政治人物發動攻擊 這樣做對轉型正義的道德性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攻擊 的打擊 是 你覺得這樣好嗎 你剛剛有提到嗎 轉型正義就是彼此要包容 對 他都要找出到底那些大家都比較有共識的 所以這樣子做 對 不正不義 不公不義的事情 大家共同來努力 當然我覺得 但是如果國民黨不願意真誠面對 糾正自己的過錯 這樣會讓民進黨有跡可乘 所以我會讓民進黨可以從中得益 所以我希望國民黨可以記取教信 從中得到啟發改進 這是我的希望 最後我要說的是我們現在最困難的題目就是 不要只是遺忘或者是只是要記憶 現在最重要的是在處理的時候要怎麼做 才不會再一次造成社會繼續分裂 我覺得這是 同意